加拿大部列颠哥伦比亚省艳势官办公室在16号表示 美国影集欢乐合唱团的男星柯瑞蒙特斯是死于服用过量的海洛因和酒精 艳势官公布声明说这是一场令人悲伤的意外 柯瑞是死于混合的药物毒性 而且主要是涉及海洛因和酒精 艳势官还会持续的调查 在调查完成之前目前没有进一步的声明 31岁的柯瑞13号是城市在加拿大温哥华的饭店房间 警方随即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欢乐合唱团数周之后即将要直播最新的第五季 饰演美式足球校队明星四分位的柯瑞却是惊喘死亡二号 让试图振作欢乐合唱团收视的制作团队现在陷入一团混乱